三两分钟就出来了 也没在意 把钱包就放在副驾驶位置了 结果捎起手 没看到窗户关没关 没成想 齐先生一时大意 埋下了隐患呢 等我回来之后一看 完了 钱包没了 那个副驾驶位置的窗户没关上 包里钱倒不多 几百块钱 然后主要是证件多呀 补证件非常费事 事后 齐先生报了警 林警通过调取附近的监控录像 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 这次阿板后 我们调取周边的视频 发现这个人嫌疑很大 他从这个胡同出来以后 那个被白亚人扯去了 最后他在旁边 悬崩半天 发现那个白亚人的车窗户没有摇上 虽然过往的车辆挡住了摄像头的角度 致使摄像头没能拍到 嫌疑男子偷走钱包的动作 但是在齐先生离开的几分钟时间之内 这名男子是唯一靠近车辆的人 并且一直在被道车辆附近徘徊 他坐在地上观察了一会儿 发现这个车没有人去靠近 他都下来了 走进这个车准备去作案 得手之后 这名男子离开了现场 通过对监控录像的仔细研究 民警发现 这名男子的体貌特征 看起来格外的眼熟啊 这点得轨迹吧 我们以前那个别的案子